退出次物体层级,我们为它添加一个曲面的修改器 添加完成之后呢,我们就可以进入透视图当中做观察 如果这时候发现我们的花瓣背面可见,而正面不可见的话 我们就在参数的卷转栏当中勾选翻转法线 如果勾选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就要检查一下右键对象属性当中是否勾选了背面消影的项目 目前呢,我们离最终完成的一个花瓣效果还差一个步骤 就是呢,我们要回到样条线的顶点次物体层级 然后打开显示最终结果的一个开关 调整样条线上顶点的一个位置 来形成花瓣上起伏的一个效果 我们现在呢,就可以直接将曲面的修改器 复制粘贴给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花瓣模型 然后呢,将我们做的一个效果删除 这样子呢,就是最终完成的一片花瓣的效果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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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